OK,我今天又再錄一個 我突然想起了我想說一個關於吸引力法則的一個事兒 就是在幾個月前我就接觸 突然就接觸到了這個吸引力法則的這個事兒 然後一開始我也是將信將疑要 後來後來仔細想想 為什麼不相信試一下呢 然後我就怎麼說呢 調整了一下自己 然後我就開始試,嘗試 然後這也是個不斷摸索的一個過程 我雖然從很多Youtuber上我在那邊看 很多人在那邊說 但他們說都是理論知識其實 對我來說是理論知識 我毫無經驗基礎的基礎上 那我聽了我不就理論知識嗎 那我就想 去把它轉換成就實際上可以操作 那我就試一下 然後我發現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第一,你得調整自己的頻率 然後如何調整自己的頻率 首先很多人都提到要感恩 對感恩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而且你要不斷的感恩 感恩之後這個人的心情會變好 心情會變好,你的頻率會變高 頻率變高之後 你在你頻率高的時候 在你心情好的時候 很容易心想事成的 是真的是要什麼來什麼 簡直許願不要太靈哦 這太可怕了 然後那個 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好事都會轉換成壞事 你不覺得嗎 對吧 所以說 你要利用一切的你的資源 把你的心情變好 對吧 我覺得感恩真的是無成本的 最快速最有效的一個方法 最直接的一個方法 OK 第二個就是說 你在許願的時候 語言很重要 我發現就是說 你如果說 只是說我想要什麼 我想要什麼 確實是 確實這樣其他YouTuber說的 就是你表達是一種匱乏 然後 然後我就在想 那 那 你且不說你信不信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定律啊 你就在想 反正我們以後都要死嘛 對吧 我們死了之後就變成靈魂了 對吧 變成鬼魂了 我們要去保護我們的後代 或者說保護我們的 祖孫子孫什麼的 那你面對的 你這時候你 你假設你已經是個靈魂了 靈魂體了 你去保護這個子孫 那個子孫子孫 一天到我那邊說我想這個 我想那個 我想這個 我想那個 你會不會覺得他 嘆得無業 你會不會覺得他很 不想幫他 覺得很不爽的那種感覺 肯定會有的吧 對吧 是不是 那你如果說一個子孫 本身就過來還可以了 或者說 心態蠻好的 或者說那什麼 就說 哎呀又是 又是又是怎麼樣就好了呀 又是又是那個 怎麼樣 就好了 就這種 不是說祈求的語氣 就說 說怎麼說 就是很很Soft 很很 很 不是Bag 不是Bag you 他不是在求你 他是在 在許願 在祈禱的那種感覺 你你會不會更想幫他 你肯定會更想幫他 對不對 你會更想去 就是 就是 反正就是 你就你就把自己 假設成 假設成這種 靈魂的 靈魂的感覺 你去思考 怎樣才會 得到幫助 你不就知道了嗎 倒過來想 對吧 然後 然後我在想 就是說那 那你用什麼語言呢 那就不要用那種 Bag的那種語言 你就得用那種 感性 你說說用感謝的方式也好 或者說 用那種就說 要是怎麼樣 我剩下來 我是覺得 就是用比較輕鬆的語氣啊 比較 比較開心的那種狀態下 說什麼 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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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怎麼樣就更好了呀 哎呀 對吧 那多好 就這個時候特別靈 真的特別靈 特別可怕的靈 就感覺四面八方都會 都會 資源都會過來幫你的那種感覺 然後 嗯 還有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現在我沒有打稿子 所以我也 不太清楚 有時候會說的忘了 然後 就是 還有什麼 哦 還有很關鍵的一點 就是啊 你要相信 就是 我知道人是很容易 懷疑自己的 就是 就是 你有時候 做的事做的事 你就開始懷疑自己 很多人都有這個毛病 哪怕就很成功的人 他也有這個毛病 他 他 他們就會懷疑自己 嗯 這時候我就會想 我也是個 其實我也是個很多疑的人 我自己很懷疑自己 有時候一件事情 我就懷疑 哎 是不是有圈套啊 這是不是有問題 然後 其實這種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過度的 事實上 其實是 事情永遠沒有你想像的那麼糟糕 所以 所以在懷疑之前 你可以選擇相信 你 你的 你先想想 你就算 就算不好的話 你的損失是什麼 你覺得能接受 OK 你就相信啊 試一下嘛 相信一下 我覺得可以的 可以相信 特別是相信自己啊 你得相信自己啊 對吧 對吧 你連自己都不相信 那真的是要懷疑 人生懷疑所有東西了 就是你給自己機會 哪怕一次不成功 你再相信一下 因為成功的原因 因素有很多很多的 不一定是你的原因 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原因 你得相信自己 哪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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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再不成功 你要其實你要相信啊 這個是可能是就是一個 那一切的事情的發展 其實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現在看起來 這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其實是為你 以後好事做鋪墊的 所以 就說 所以說那個古話嘛 有什麼福之 或之所福 或之 福之所依 有可能稍微不一樣一點 OK我有點忘了哦 如果就是 就這麼意思 就是說一切的安排 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們都是被愛著的 我們是被無條件的愛著的 我們是被神也好 或者說有些人說的宇宙也好 或者說各種的那種 什麼什麼守護靈啊 或者說是祖先啊 什麼都都好 我們是被愛著的 一定要一定要 一定要堅信這一點 我們是被愛著的 然後 哎呀說得好感動啊 就這種感動的這種 這種 就會幫助你的一個提升 最後最後嘛 就是多思考 多思考 多提升自己的一個 靈性方面的成長嘛 我也在更加的努力 就是 多增加一點 這方面的知識 但是我 我也只是在YouTube上找 可能其他地方也會有 我得多去找一下 多努力一下吧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得加油 大家也加油 OK